因為我們是用免費的Express的版本 Express裡面並沒有智慧型手機開發的環境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Visual Studio的環境的話 就可以把剛剛所有的程式很快的就轉移到智慧型手機了 我剛剛已經寫好了 其實不用寫 主要就是我剛剛做了什麼動作 第一個 我就開一個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裡面你就去選 我先把它儲存好了 我先把它存在這個桌面上 剛剛只是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說把那個介面放上去把它改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開發環境都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只要選擇 這個是Visual Studio環境 裡面的差別就是怎麼樣 智慧型裝置有沒有 那在我們Express版本沒有智慧型裝置 差別就在這裡 那你只要選什麼呢 智慧型這個有沒有 專案按 然後直接點進去之後 假設我這邊再給它改一個2好了 剛剛有一個1了 2確定 再選擇應用裝置 並且選擇你要放的Mobile 應該5.0以後的版本有沒有 直接就選擇按確定 就會跳出一個環境 那它基本上也是一個什麼呢 差別就是說它是在什麼呢 在這個智慧型裝置做開發 那我們之前做的動作就是 先放什麼工具箱裡面的東西 那其實工具箱裡面的東西都會有 像Button 像Label 像TestBox 在這裡都長得一模一樣 你只要把它拖上去 並且修改它的屬性 介面就做出來 那我剛剛已經做好一個了 這邊已經做好一個 最近做過這個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介面做好之後再把程式複製貼上 那我剛剛只有把那個 我們剛剛程式裡面 只有那個鍵盤動作 因為在四位音手機裡面沒有鍵盤 所以鍵盤什麼 我們不是有一個48到57 那個程式不要貼上 其他你就把它數字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呢 程式就寫好了 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 這個介面 這是我剛剛做的 上面這個名稱我都把它取一樣 LBL Small 然後這個把它改成LBL Large 那你會發現它開發的環境 跟我們的一模一樣 沒有差別 那這個的話是什麼 TST Gas 那這個按鈕是BTNOK 那我就把程式呢 直接把它貼上去 就從我剛剛的那個地方貼上去 貼上去以後呢 不需要改 直接怎麼樣呢 按一個執行 執行之後呢 你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買一個智慧型手機才能玩 不用 它已經內建一個所謂的模擬器 也就是說這個模擬器 會模擬出一台智慧型手機 讓你做測試 你不需要有智慧型手機 那這邊的話它就會載入 在這裡就跳出來了 那假設我今天要玩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500 這個改一下輸入法 預設是啵啵 把它改英文的 就把它再關起來 長的一模一樣 就跟智慧型手機一模一樣 500 按確定 有沒有 請輸入大一點的數字 然後再來是多少 750 按一個確定 再小一點的數字是多少 再來一個是650 按確定 小一點的數字 那也就是說這地方 你會發現 它一模一樣 沒什麼改變 再來是550 那結果呢 大一點 大一點 575 確定 小一點 570 565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樣喔 有沒有 程式 答對了 你會發現 根本就一樣的東西 那也就是說 當然如果有同學 剛剛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實際上就是可以把 我們現在所學的程式 或者上學期有上過課的同學 也可以試著把這個東西 再做一個轉換 那基本上你就等同 等同你就會寫智慧型手機的軟體 那你再把那個compiler 比如說你把它做成一個執行檔 直接像Window Mobile的好處 就是有些不需要安裝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執行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它也可以幫你建立一個安裝程式 也可以直接安裝在電腦 安裝在你的智慧型手機 也是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這裡的話順便補充一下 那這個就是一個 要不要主存 不要關掉好了 就把它停止掉就好 差別不大 所以智慧型手機的開發 Window Mobile的部分 就等同你學了VP.NET 就等同你就會這個東西了 X就是插任你 如果有這個環境 Visual Studio的環境 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了 那這裡的話順便補充一下 所以其實你們把VP.NET 學好 那這部分其實就是OK的 好 把畫面先還給你們一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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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